这次在笔顺上,在笔法上,有哪些讲究吗? 是的,很多的初学朋友们,一谈到这个右字的时候,他们觉得很简单 而且甚至奇怪的说,跟左字有什么不同吗? 有很大的差异,向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说,左和右这两个字,在笔顺上是不同的 有些初学的朋友听完这话之后,就感到好像天方夜谭 左和右有什么大的区别? 左字是一横一撇下边个公字,右的是一横一撇下边是个口字 这有多大的区别,笔顺上会有不同吗? 会的,我告诉大家,写左字的时候,应该是先写横,后写撇 注意看,我演示一遍,写左字 这是左字 大家看,写这个右字就不同于左字 它的笔顺上是先写撇,后写横 然后写下边那个口 这里有哪些不同? 大家看,除了笔顺的不同之外,形体上也大不相同 大家看左字,上面这一横是短的,片是长的 大家看右字,片是短的,横是长的 所以在古代的楷书的法则当中规定,横长则撇短 如果横短则撇长,这二者不能都长,也不能都短 那么大家会说了,是的,你这样说,现在看字,形人看是有很大的差异 那么什么原因导致他们的笔顺不同呢? 都是一横一撇,为什么有的是横长撇短,有的是横短撇长 道理在哪里?原因在什么地方?我告诉大家,要对文字学有理解 你就知道左右之间的不同 在古代的时候,写左字的时候啊,大家注意看 这一笔是这样过来的 然后,这一笔是从这下来的 这是那个左 然后,底下写成,这是那个左 写右字的时候啊,是这笔这样过来的 然后这笔从这下来 这,才谈到了这个右字 所以这俩就不同 而且简单到什么程度呢?在古代的写法当中 不写公,不写下面这个口 直接这样写 这就是左 直接这样写 下来,这就是右 所以大家看,它有方向感 因为左和右 所以 左就向左边来倾斜 右就向右边来倾斜 所以左右之分 那么 由于古代文字是这样的区别 演变到了后来的历书和楷书 仍然保留着这种古意 保留这种古意 这是一个原因 一个原因 所以在写右字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 通常 古代人写楷书的时候 仍然在这个地方 稍稍拐一点儿班 不仅先写这一笔 而且 注意看 这等于是拐的是小班 包括后来的有字 有没有的有字 我们后来 我们后面的节目当中要介绍这个有字 都是这个意思 起笔的时候 这就会有一个小班 至于你拐的大拐的小 都不要紧的 但这个笔意 必须是已有 所以你看很多的 书法家到到写行书的时候 明显的 是在这样写 这就拐过一半了 就是表示的原来的这个意思 表示的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向大家说 一定要注意这个幼字的笔式 它是不同的 由于横写长了 皮儿就应该短 这是结构上 楷书的结构的要求 再有一条呢 你看左字 注意 下面这个公字啊 是一个正三角形 是这样的 是正三角形 大家看右字下面这个口啊 是个道三角形 是这样的 所以由于下方的星体的不同 上方的星体 也需要有另外的安排 因为这一个字 是互相连带的 互相影响的 在结构上是互相制约的 所以我们在写下的时候 就要注意到 上下的呼应 这种对称关系 如果说我们 不从文字学角度谈 单从结构上讲 也应该是 右字应该横长 皮儿短 所以下面的字才 好看 是这样 反过来 你把左字写这样 好看吗 左字也这样 笔顺采取这样 然后你在下方看这样写 就写的就不好看了 反之一样 把右字横写短了 皮儿写长了 出来也不美 所以我们把左右两个字 再给大家正确的笔顺 介绍一遍 再看一看他的写法 这是左字 这皮儿是需要长的 而且长到什么程度呢 大家注意看这个左字啊 这一皮儿不仅应该长 而且长到什么程度呢 长到应该跨越这个底线 超过这个底线 超过这个底线 更长一点 所以我还要向大家介绍 另外一种技术性的东西 也是解体结构方面的常识 就是当你在左边有一撇的时候 不管是左字还是其他的字啊 当左边有一撇的时候 你要注意 要么就写短了 要么写长了 要么短到啊不能和下方取齐 要么长到超过底方 超过下方 也就是说不是特别长 就特别短 比如说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个 唐 随唐 姓唐的唐 你看这个字啊 注意看 这一撇写出这么长来 你看 这一撇到了这儿了 你看这个底线在到哪儿 是这样的 你说如果上面写短了 我就跟它一样长了 好吗 不好 这等于是一样长度 高度是一样的 这不好 不好看 它缺少一个姿态 你懂得了这个之后啊 你懂得了什么叫书法 所以有人呢自己在那闭门造车 我创造一个法则 你连古代的这些基本方法 你都不懂 你创什么 纯粹是瞎麻创操在那儿 所以你就必须得踏实下心来 研究古代书法 你知道了古人是怎么写 你把这东西掌握 你才能渐渐明白是怎么回事 所以写左字是这样 这一笔尽量写长一点 超过底线 这个字是美的 是饱满的 所以下面不是曲奇的 那么再看右字呢 它因为皮要短 你看就到这个地方 就突然收了 然后这个横写的很长 然后这一笔就在这个地方 你看它远远不够底线 它也是美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是这样的 因此左与右之间的 在解体上有很大的差异 除了文字学的角度上的差异 又在楷书当中 技术性的结构性的 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我们把右字介绍给大家 是非常必要的 不仅是在笔顺方面的意义 同时还会增长很多 其他方面的知识 和学问 好 我们现在下面 向大家介绍一下 幼字的新书的写法 这个幼字在新书的写法 大家注意一下 也是这样 一起比 这拐出个弯的 啪一拐 然后大家会感到奇怪 你不是讲这一笔不能长吗 我们指的是楷书而言 楷书上是绝不可能超越底线 但是到了新书阶段 这个规矩被打破 尽管他还带着楷书的笔 带着楷书的一些个笔顺上的特点 还是这样 但是他这一笔 是经常超越底线的 因此我们书体的不同 向大家介绍的解体和点化的特点也不同 我们再写一下 新书的幼字 但这笔啊 仍然不要探出太多了 上面 写这个幼字的时候 如果上面探出太多了 比如上面 搞成这样 这就很糟糕 这就不能用 不可以用 再把左右两字连写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 形书当中幼字的写法 好的 我们下面把草书 向大家介绍一下 草书呢 在星笔的意义上 某种程度接近于形书 但是呢 大家会看到 在最后呢 是用两个点 来代表了这个 右字的这个 这个口字 注意看 这是草书 注意看 上边差不多 下边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所以草书呢 既简洁又明快 绝对不脱泥带水 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 要注意到 凯星草 三者的不同 最后 再演示一下 这三个字 凯星草 三种不同的写法 大家再看看 这个右字 在技术上有哪些不同的处理 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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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书 我们今天关于 幼字凯星草 三种书题的介绍 就到这里 暂告一段落 朋友们 下集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